今晚我們看看民間如何商界和慈善團體 一起合作去幫助整個香港抗疫 我們很感謝Winnie介紹了兩位朋友 Danny大家都很熟悉 因為她在香港本地技術 本地開業去做檢測 多謝Danny又上來我的節目 另外Doris其實是和諧之家的代表 今天也講解了她們將會如何在民間 做了很多合作計劃 其實和諧之家已經35年了 對,今年剛好和我們酒年紀念 我剛才剛好姓起了一件事 Winnie,其實你這個陣容 真的很立體地告訴我 是怎樣說的 知道為何有立體嗎? 立體就是3D 那你就是Dorset 第一個D Danny就是第二個D Doris就是第三個D 對,所以我們就可以很立體地去看這件事 不如我們說說這段時間 雖然你很好笑容 但我知道其實也是一個很艱難的時間 對整個香港也是 例如說對酒店業或整個旅遊業 作為香港的支柱產業 你如何看過去這一段日子 其實你說疫情開始2月至6月 你看看例如訪港過夜的旅客 上年同期我們是1200萬的訪港 即是過夜 現在是跌到15萬 所以你說其實真的跌了98% 你說在我們的業務 就影響大 跟你的同事剛才一路進來的時候 他們都是精神狀態很好 充滿能量 你是怎樣鼓勵他們的? 我想是互相鼓勵的 我覺得我們公司有幾件事 第一,我也很感恩 因為我們同事大家都很齊心抗疫 就是在第一天的時候 我記得1、2月的時候剛爆發 我們集團就開始做了幾件事 首先我們做很多訓練 真的找醫生來跟同事講解一下 我們亦都跟海外有一個機構 叫Ecolab 專門為醫院做清潔那些 跟我們合作 所有地方都是給他們去清潔 變成同時起碼做事放心 因為其實你說我們的業務 都是公毅的 最重要是大家做得放心 亦都很因為一路疫情 每天是不同的 又不知道會發生甚麼事 我很記得剛剛一開始 海外學生要回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自己的同事都很主動跟我說 亦都很想去做空間 因為大家有想起 因為大家其實都有這樣的感覺 可能很多小朋友回來 但是自己家裡又有老人家 其實香港的居住環境 我們最重要是保護香港 不想疫情可以在社區傳播 所以我們覺得我們應該 跟政府一起合作 或者真的支持我們的社區 和社會 我覺得這也是 商界在香港可以發揮社會責任的 其中一件事 但是你又可以做到B2B的聯盟 你又找到Pronetix 又找到Danny 而且我其實在星期一才跟Danny說過 他們的檢測 那些瓶 很快就沒有了 為何你們可以這麼早合作 現在是否可以在 譬如Dorset的收集 都可以拿到 檢測的瓶 Danny 你說解一下 有一點點緣分 其實Windy跟我們認識了十幾年 但我想也很巧 三、四個月前 所以我們有一個投資者 基本上介紹 一起石心我們 說了一段討論 是說我們原本第二個產品 是Circle DNA 所以我們討論 基本上是說Colus 19這件事 所以Windy也有一個想法 如何給多一些 酒店的客戶一個新的經驗 因為錢中是Value Added的經驗 讓他們方便 如果有客戶 就是需要做 他們又未必知道去哪裏做 所以我們討論 我們如何創造一個好一點的經驗 就是在酒店那裏 可以做到一個計劃 甚至可以收回 甚至可以在24小時拿到報告 就是香港來說 也是第一間酒店的集團做這件事 好 很快樂 而且因為疫情的時候 最重要是快 你想想 你自己又擔心 你家人又擔心 你24小時來可以 所以我就最欣賞Danny他們 可以在很速度的時間裏面 令大家更放心 因為我印象中是 最初你們是 每天 連一千都沒有做 不用做的 現在說到每天幾多 最初的行動 其實每天 我們開始說幾十個 是 因為要求不存在 但我們最初的行動 也是想著我們可以幫助社會 因為始終沒有一個方便的 監視能力 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行動 每天是在做超過一萬個測試 其實這就是香港的網絡 我們互相去幫忙 還有我覺得 剛才Winnie和Danny這樣說 我想起 其實我重新去理解過 關西H是甚麼概念 對嗎 即是你疫情的關西H 現在是 你這麼難得來我們酒店住 我想起可以幫你驗 而且你在我們酒店的聘用程 已經可以完成整個程序了 其實 但你們兩個少許口說而已 那個流程有沒有說 聊天的時候有沒有說甚麼細節 或者在合作上有甚麼可以合作 其實也真的很輕鬆 因為我想大家價值相等 即是跟Danny和Doris聊天 都是很輕鬆 亦很快 因為大家的大前提都是怎樣幫助香港 我其實又覺得 其實為甚麼大家會相識 因為我們大家價值也相似 即是你說其實剛才你問到我員工 為甚麼大家又肯接空間 都是因為由第一天 我們公司同事的聘用價值 我們都很重這件事 譬如我們叫Dorset Care 其實除了在香港以外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武漢 因為我武漢有酒店 我武漢的時候 我們已經是一名最早的 去幫助醫護 到當時在很多國家不同的 城市的醫護去幫武漢 他們都入住在我們那裡 然後又給他們三餐 譬如我們在英國 英國也是同樣地幫助NHS 即英國的 所有NHS都住在我們的酒店 一間就給NHS 一間就是給政府另外的機構 譬如警察 即是英國的 First Responder 你們又去幫助他們 是的 然後醫護人員又去幫助他們 跟楊瑪琳 英國很大件事 正確 我們就全部有很多醫護 全部都住在我們那裡 還有提供餐廳 因為其實他們很辛苦 我的同事告訴我們 他們是做長時間 給他們一些熱食物 即是支持他們 但非常好 我的同事也很開心 在香港我們也有做醫護 那些醫生和護士 我看到我的同事也很感動 他們寫一些多謝信 其實我們作為傳媒 聽到這些故事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每天都在看數字 看政策 但其實在民間發生很多 真真實實有血有肉的事情 那些人真的在互相幫忙 而且現在全世界是一間屋 大家在同一間屋簽下 但是說回這間屋 和諧之家 你們又如何跟Dorset 又去到和諧之家合作呢 真的是門口去門口 Dorset去到Doris那裡 其實是怎樣合作的呢 其實這也是源於一 因為其實我們在1月的時候 即是3月份的時候 我們都發覺到 我們的婦女求助熱線 以及我們的男士熱線的時候 那個求助率是高了 是哪方面的求助率 其實是關於家庭的衝突 另外因為在疫情之下的時候 有很多家庭在家辦公 小朋友又停課 變成家長的時候 都覺得很大的壓力 我記得英國、法國 其實都有很多這些統計 就是大家困在家裡 每天都不能出去 於是爭吵 甚至有機會有家暴的情況出現 這個就是你們長期關注的 其實我們就是看到 本身我們求助的個案是多 還有另外是我們入宿 因為我們本身是有一個婦女宿舍的 我們發覺到那個數字方面的時候 其實是飆升的 在例如如果是上半年 我們入住的宿舍的數目 是比對上一年的時候 即是上一個年度 但是多了是三成的 我們都覺得其實那個數字這麼高 亦都反映到其實香港的家庭問題都高 當時的時候我們都在想 會不會其實有一些 因為我們宿舍的時候 的宿位也有限 我們只有73個床位 當時去到四、五月份的時候 我們都差不多去到住滿 接近九成多 也都知道疫情的 其實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如果住得太大的話 其實都增加了大家是交叉感染的 於是我們就想 當外國、歐美 如果在疫情之下 因為他們封城 那家庭數字 剛才的政員來說 都增加了 我們政府都租用一些酒店 讓家庭人士住 我們就想 在香港有否可能做這件事 那就找了Winnie幫忙了 對 其實我們在想的時候 有一個計劃 於是我們就想 會不會我們申請一些資助 還有另外一些酒店 可以幫助我們做這件事 於是我們就聯繫 透過一個聯繫的時候 很感謝帝城集團 真的他們很快答應了我們 我們 有這麼多間的酒店 真的幫了我們 我們見面的時候 都是一拍馬上 一看到就在那裡聊 如何可以多幫助 其實Harmony House 這麼久 35年來 真的幫香港 對 我看數據 我也很驚訝 原來在不同的地區 很多家暴的情況 當然疫情多了 但比起我想像 平時也比我更多 所以我們已經感受到 這裡有很強的Harmony 我們回來 帶這個能量去到下半部 因為我們也希望其他香港人 其實都抗疫了半年 對 接下來應該怎樣 一起走下去 我們回來再談 我們今天很立體地看看 如何抗疫 因為全香港人抗疫 其實不只是看政府 或者醫療團隊做些什麼 其實我們看到商界的領袖 社福界的領袖 其實都幫到手 我想剛才Doris說了 其實都真的有家庭磨擦的情況 我們可能一看到家庭磨擦 可能以為是女性是受害者 其實外國好像看到男性 也有時會受到一些壓力 其實是的 因為本身的時候 尤其是最近的時候 你也知道 其實香港這個疫情 也使得很多人失業 其實男士也受到很大的壓力 因為多時候 他們都是經濟的支柱 但有時他們在家裡 也沒有辦法表達這份壓力 其實外國來說 其實在男士受弱方面 數字是比香港高的 如果是家暴的數字 即香港還… 香港比較低 香港也算是有100個 親密伴侶的家庭暴力個案當中 其實8成5是女士 但16%左右 15%是男士 也有的 也有 Winnie 如何跟Doris 在這方面合作 即是你提供地方給他們 是嗎 是的 我們主要是提供住宿給這些家庭 有些有小朋友 也去迎合他們的需要 因為他們本身也自己有居住 但他們除了居住以外 尤其剛才Doris也說到 疫情期間也不要住那麼密 還有有不同的環境 如果媽媽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住 那你不是同事要量度得很仔細 因為你又有一些是給別人隔離 然後有一些是幫和諧之家 那是否直接要分開升降機 有的 其實我們的SOP其實有第一天 因為我們真的跟很多專家聊過 我剛才也說 有跟Ecolab夥伴侶 有不同的醫生 跟Pranetics夥伴侶 所以真的各方面都給了很多意見 我們 分層 分裂 譬如我們用了很多技術 譬如我們那些 剛才你進來 你看到我們溫度的測試 全部都是用AI 然後另外一件事 譬如我們 我們是用SOPBANK 有一部 科技的吸塵機 對 科技的吸塵機 對 科技的吸塵機 這樣 變成它除菌度是99點多 比起大約60度 透過這次疫情 其實發現了很多新的科技 其實也是一個投資 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疫情 你說什麼是正常 將來 我覺得科技 會增加了 增加了科技 譬如我們現在訪問 亦有很多 是用網絡 全部訪問 就是不用觸碰到大家 減少很多的接觸 對 減少接觸 減少接觸 即是怎樣 就順很多 對 亦少了磨擦 但是你說 一定要說一下5S計劃 那哪5S那麼厲害 5S代表 是Safe Space Short Stay Station Safe Space 意思是有一個安全的空間 其實酒店是一個很安全的空間 其實是有家暴 以及一些遇到家庭衝突的人 另外Short Stay的意思是 我們這個計劃是一個短暫 是一個短暫的計劃 即是他本身住的時候有一個限期 約5晚至2個星期 是的 Safe Station 其實為我們來說 是一個停留的空間 是一個讓我們安靜自己的心靈 去思考一下 其實自己會否在家裡當中 有些東西我們可以改善 其實我覺得酒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其實當你有一個很訓練的時候 可以讓一些家庭 如果能夠入住的話 讓他們有一個靜低的心靈 讓他們想一想 其實下一步我想怎樣做呢 就是一個安全的空間 但是提醒他 你只留一會 你有更遠的路要走 其實反而會帶出他的一些希望 奮鬥的心 規劃 為何我會明白呢 通常做Start-up那些就是這樣 其實就是這樣 Tanny 你看到疫情其實對你來說 反反覆覆 突然間由做幾十變成過萬的測試 其實雖然都是一個好的成長 就是增長 但是還是要有一個韌力 不如你說一下 接著Winnie又說一下 面對著這麼久的疫情 還有現在大家其實心底裡都知道 應該要有時間去做 有沒有什麼提示可以教大家 在這裡和這裡可以抗疫 我想最重要的是 永遠都持有很正確的心態 因為這是看著觀看的 正面思維 對 因為如果你看著觀看 即是說香港 如果你比香港的疫情方面 美國、歐洲方面 香港其實是好很多的 對嗎 所以你必須考慮到 很深的觀看 但第二件事 看寬一點 看寬一點 正面一點 對 如果我們是做一些好事 就會回復 因為我想我們 對疫情方面 我想一二分 那時候 我們不知道 有很多不確定的 因為那時候也不知道 未來的行業方面 甚至我們在做COVID-19 我們那時候不知道 需要在哪裡 但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我們應該做一些事情 因為始終我們有個醫院 有技術組合 有醫師 有醫師 可以做這件事 而且我們的組合 都非常熱心 所以這很重要 第一節你所說的很重要 你說先幫助香港 做好香港 然後大家一起好 其實生意 社會就會一起好 你有這個信念 其實這也是為何 Winnie說 你們一拍即合 就是那個價值觀 真的很一樣 Danny說了這些提示 Winnie有沒有其他提示 我想Echo Danny說的 我想一定是 要一個很正確的心態去面對 其實疫情所有困境都是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除了心理意外 生理也是一樣的 譬如我覺得 這段期間 做多些運動 真的訓練自己的健康 不要瘋 對 我覺得很多時候 你看回生理是 心理自然會好 是兩樣相負相性的 這點太重要了 因為我相信 剛才和諧之家 我提供了一個空間 給我自己想法和做事 那是相負相性 也是的 不要讓自己懶了下來 扔下來 聽完他們的提示 你接觸很多負面的事情 你又將負面變成正面的事情 你的提示又是怎樣 我的提示就是這樣 如果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這段時間 真的很多時間 放在家裡 即是留家抗熱 我覺得人與人之間 其實是要有聯繫的 如果我們很多時候 因為留在家裡 有時候都感覺到 自己好像很孤男 好像孤獨 但我們只要記得 一件事 其實在這段時間 我們都需要和別人聯繫 而聯繫我們可以用在線 大家都有WhatsApp 有Facebook 我覺得這段時間 是需要多些 和自己的朋友或親人 都有個電話聯繫一下 這一個會讓自己 沒有那麼大壓力 而且得到一些關心 這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發現自己 在家裡 真的遇到一些很大的問題 例如有很多衝突 甚至有些肢體碰撞 我建議大家 其實很正面地 尋求協助 真的找主業人士 或者找一些輔導員 真的去聊一下 或者是會解決到 你家裡的困難 我想像Winnie這樣說 其實你身體上 現在很多時候都要隔離 所以你會感覺到很孤獨 如果可以自己去跟別人說 去建立空間的話 其實已經差很遠 所以我想節目尾聲 也不如帶一些希望給觀眾 想想 其實疫情過後 會做些什麼 用多點時間見我女兒 來 陪一個女兒 我想她看完真是倒閉了 和諧之間有甚麼計劃 三年 其實是 如果是35年對我們來說 今年是很特別的 所以今年的口號 是很適應今年的社會運動帶來 是一些大家之間比較多的紛爭 多點誤會 我們很希望家庭和家庭之間 家人和家人之間 都能夠有一個希望 所以我們的口號是 燃點希望能夠令到和諧萬家 我們希望能夠在互相尊重 互相關懷的文化之下 令到香港的家庭重現起大家的信心 齊心合力結合一個和諧 開心的香港 最後問回Alrini 你做酒店業 會否想一下疫情過後去旅行 其實真的要看疫情如何控制 也有人說有些旅行漏 可能每幾個城市 其實本來大家都想推些休息 但疫情的數字又上升了之後 這個又… 接下來我聽到很多不同的國家 譬如新加坡和阿薩都開始了 有些旅行漏 就是他們做了一個測試 就不用在空間 沒理由14天 你們這間酒店都不能去旅行 是吧 但最重要是安全 我覺得怎樣也最重要是安全 以及最重要是社會安全 這是大前提 如果不能去旅行漏 我又想賣一點廣告 我們在友善有拍一個神奇旅行 那就眼睛去旅行 看了就先去旅行 眼睛去旅行 看了之後想想自己去玩的時候 跟著我們的神奇旅行一起玩 不過我想有一個重點 就是無論是做檢測也好 還是提供一個安全的居所 令到很多來這裡住的人 感覺到這裡好像家裡之外 家裡就是家 而那個重點就是 我們可以一直加上去 是吧 即加上去是很重要的 那樣東西就要我們真的每一個人 去大家拿著同一個價值觀 希望香港這個地方好 我們今天真的看到 無論是科技界的 服務業界的 還是其實是社福界的 可以看到一個很好的合作 其實真的可以跨界別做 那欠什麼呢 就欠你了 你們都一起去幫香港這個地方 就好像我們今天三位嘉賓一樣 令到香港這個地方 越來越加上去